207这个数值计算与判断 那这边最后结果就这样 第一个就是传什么参数 比如说传5566778899 44等等 这一串总共五个 输入五个整数 而且是整数 然后输入之后的话呢 判断最大值是哪一个 然后呢判断 并且判断基数的有几个 就是说你要判断基数 那基数的话基本上 最简单就是怎么样 求它的什么呢 除以二之后的余数为一 对不对 就基数 当然不止一种 你可以想想看有没有别的方法 因为最简单就是求余数 来判断最简单 再来就是什么 数字的总和 总和很简单 跑回圈里面一直帮它累加就可以了 OK 所以这地方的话呢 城市基本上不会太复杂 我把最后我做出来的结果 给各位参考一下 基本上大概跑 第一个就是说建立一个JVD207 然后里面的话 传个参数给它 那参数部分的话 各位可以把它改 JVD先配也OK 那或者在这边做 传进来之后的话 它接收得到 接到之后的话 这边我宣告 第一个是基数 这个是一个 ODD的一个变数 然后上 然后加总 那这边的话跑 因为它这个数值 RG 绝对它是自串 不过排序之后 它也不会是三位数 也不会是100 所以基本上用 看各位 最好还是把它转成 数值之后 再来排序 会比较安全一些 然后呢 跑出来之后的话 比如说 读进来的这些值 然后其中一个的话 就是最大值就99 那基数的部分的话 因为我这边 是用一个N 因为我读进来之后的话 再把它转型 转型为N 然后呢 在就是Mod2 如果等于1 等于1 那刚刚有同学问说 老师那个自串后面 为什么不能用等于等于 是等于等于等于 这个是用在数值的比对上面 如果你用自串的话呢 如果等于等于1 应该是比不出来 一定要是等于cos 因为数值它是 自串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字元的模拟嘛 所以它编码之后 它是一个hudge code 它是一个code 它是一个编码哦 它不是一个自串 所以比对之后 一定不会相等 这个观念一定要有 然后 这个地方 数值就没有问题 Mod之后 等于1的话 那表示奇数 那就把这个 这个odd 再把它怎么样 加 加加 就是累加 那最后再把它排序 排序之后呢 就把这个值 最大值 就是这个阵列里面 减1 就等于是最大值 那一个 然后奇数跟加总 就可以秀出来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这一题算还蛮简单的 那各位也可以稍微 把这个地方复权 那另外有同学 有问到一个问题 说4H 有没有 这个后面一定是个阵列 对不对 冒号然后前面一定是一个 基本上一定要是能够转型的 你只能比较小的 比如说你前面是 后面如果是一个double的阵列 你前面可以放一个 比较小的 你可以大 还是要放double 如果后面是一个整数 就是说这个里面 要不就是一样 要不就是前面这个 一定要是比较大的 才可以放得进去 那有同学 有想问我一个问题 那为什么这个 假设你会发现 宣告在这些宣告 如果我把这些宣告在外面 然后呢 这个地方呢 把这个宣告拿掉的话 它会产生错误 那基本上 因为我也没这样试过 因为基本上它是一个规则 因为它for each里面一定要这样 而且你还不能重复宣告 你一定要这样 就是 我是把这个当成是一个temp 有点是 要把正列拿出来用之前 暂时放在这个变数里面 所以 基本上 你就把它当成一个规则 你也不要说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宣告 宣告在外面 会产生问题 那大概是这样子 就是说 那另外就是说 这个地方 要把自串 重新再把它变成 把自串变成整数的话 我想这边也要稍微改写一下 前面 跟前面那一题类似 那请各位 试着把这一题练习看看 画面先忘记 各位再试试看 207